演练为防突发事件 其实真正想让电网安全 关键还是要减轻它的负荷压力 走出房间关掉空调 那燥热一天的你去室外纳粮休闲 可谓既节能又健康 这部现在纳粮休闲的项目可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散步跳广场舞 轮滑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高雅时尚 娱乐性强的纳粮消暑方式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公园里广场上乐声响亮 人潮涌动 有很多的阿姨都选择饭后 在公园的空地上跳广场舞 喝着音乐的节拍扭动着身体 既愉悦了身心又锻炼了身体 而好动的孩子们或踢球或轮滑或奔跑 释放着他们活泼的天性 所有的人都各得其乐沉浸其中 时而传来音乐声 时而传来欢笑声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纳粮休闲方式 丝毫不被闷热的天气所影响 有人喜欢热闹 自然也有人喜欢安安静静地放松自己 疲惫了一天的身心 在我县的一家DIY数字油画店里 就有不少的年轻人对着画布涂抹颜料 消磨晚上的时光 很多人现在喜欢写写字啊 画画都蛮有兴趣 但是真正要做到画家那样的话 会比较难一点 现在只能依靠我们现在科技 然后来完成这么一幅画 大家自己心里感觉挺有成就感的 数字油画是通过特殊工艺 将画作加工成线条和数字符号 绘制者只要在标有号码的填色区内 填上相应标有号码的颜色 就可以完成的手绘作品 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编号的吗 然后就按照颜料的编号 然后每个颜色色上去 就色系色上去嘛 一般现画小朋友也可以画的 很简单的 而年轻人选择来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图个心境 顺便也能给自己培养个兴趣爱好 因为就人比较浮躁之后 画这个心能静下来 因为我觉得的话 就是说这个画完之后可以 很有成就感 因为可以挂在家里嘛 或者挂在办公室都可以的 而且来这里的话 就是说可以静下心嘛 就培养自己的耐心咯 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夏夜的纳凉生活斑斓月幕 这一动一径不同的休闲方式 也体现出大家追求舒适自由的生活态度 夏日纳凉 一动也一径